哎 这位小哥 你可这是猫着腰鼓度啥呢 我看你穿的快递员的衣服 咋还偷偷摸摸的呢 送不送快递了 你可到底掏啥呢 咋还往俗原里捅 不会是翘所偷东西吧 你也太明目张胆了 哎 这咋又开始敲门了 家里有人呢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11月的7号 原动快递呢 给我家送件 在送件的时候 把我家俗原给堵上了 我就说你鬼鬼祟祟的 没干好事 咋的 客户没给你好评啊 发现索尔被堵后 受害人立刻找了 原通快递的负责人 要一个答复 开发区原通的负责人 他跟我说想赔偿我 一个是给我换索 然后再是给我拿一定费用 我说不行 我说不是费用的事 他说这个事不行的变了 他说他把这个人给辞掉了 我说那怎么可以 因为你把人辞掉的话 那个我首先一点 他为什么多加索尔 因为这个人之前 跟我们家处的还可以 明明和自己家处的还可以 却来堵索尔 受害人也是摸不着头脑了 记者询问后才知道 感情这个快递员 不是第一次来堵索尔了 而且不是一次 他就是用什么堵的 加七 挺大老爷们儿 有话当面说 别在背后鼓鼓啾啾的 这个人后来你要跟他联系 这个快递 我跟他联系了 我说咱们当面板是紧 他说不行 他说不说什么原因 为什么要自己的 没有 没说 有话不说最憋气 快递员不直升 受害人 于是找了原通快递客服 解决方案呢 我现在一 我是得必须得这个知道 他为什么堵我家锁眼 而且堵了这么多次 不是第一次 这是这是没招了 按个视频 按个那个监控 按是 先生您说第二条 我认为吧 这个事吧 你们必须得有一个 能代表女原通公司的人 来给我 赔礼道歉 处理这个问题 说了半天事情 也没有解决 后来客服电话 干脆都不回应了 喂 喂